很难想象,这支MV竟然是12年前的作品 FX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的K-pop成员 他们被称之为难含概念实验田 长着漂亮的脸,跳着爆炸的舞,唱着恐怖的歌 最近回看他们的MV发现真的是越霸越有 你能猜到函数电击这张专辑的造型居然有用到 西皮士作为灵感来源之一吗? 西皮士是谁? 年轻的垮掉派在加利福尼亚沿海聚集 他们担心被征召到越南 对周围冷漠的消费主义感到厌恶 关心环境并热切希望回归自然 许多人对现状的失望达到了顶峰 他们退出主流社会,组成公社 寻求另一种意义和满足感的路径 长成了后来被称为西皮士的一群人 Turn up, Chill in, Drop out 对比西皮士的一套批批批话话的行头和函数的整个造型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交叉点 那就是花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首歌曲《旧金山》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你到了旧金山,可千万记得在头上带几朵花 它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很CT的打卡方式吗? 呃,也可以这么说 但更多的是在诉说一种有关西皮士的flower power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看一下它的历史就很清楚了 花朵力量这一词汇的诞生持分于越南战争的运动 美国卡调派诗人艾伦金斯堡 在它的一篇名为《如何进行游行装观表演》的文章中写道 应该在抗议现场分发花朵、糖果、玩具等无害的道具 自由的象征被西皮士迅速吸收并成为几乎所有形式的西皮士文化的主角 无论是纺织品、宣传材料还是汽车的车身到处都沉浸在花枝海洋中 如果你回到上世纪60年代看到有人穿着花卉图案的衣物 头上插着花,正在跟随自己的心跳节奏舞动 那么不要怀疑,他们就是西皮士 是那个时代被称之为花朵孩子的那盲人 还记得老友集中Phoebe周围被官方盖上有着西皮士灵魂的角色 他虽然不会直接戴上滑管或者插上一朵花 但在衣橱中会从外套到裙装到项链 方方面面花式演绎什么叫行走的爱与和平 这样看来,爱之下或许在1967年落下帷幕 但在时尚界,他的节拍依旧强劲 比如Tom Ford在过气时的大胆花卉图案就是非常好的呈现 比如我们依然可以从一本来自2012年的专辑造型策划中看到他的身影 你也许会问,花大概是最被寄予厚望的象征 怎么就确定这里的话是和西皮士联系到一起了呢? 其实也是因为在MV中可以看到凡战符号、战然T恤、顾佛寨的文化衫等等存在 这些可都是西皮士中爱的服装元素和新讨号乐队 有了这些世界符号就足够让人一看到就免回那个充满反叛、和平和迷幻探索的时代 这是一个花朵力量盛开的时代,花卉、渣染住在了时尚界 而爱则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货币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其他调到爱的频率 跟随歌声结束这套西皮士之旅 好了,那今天的MV时尚图件系列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想要看到更多 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告诉我 欢迎多多提名,发现了有趣的细节后我们一起慢慢分享 我是安妮,下期见